你见过称凉黄河水来盼盼一年汗烙吗 大京的乾隆皇帝就是这么干的 而且据他所说 大清国开国92年 有87年验水验准了 每年的不同月份 大京的黄河训兵都会用相同的袋子 划着羊皮筏子冒着极大的风险 到湍流的河中央取水 最糟糕的时候 出动12个训兵只能回来6个 给死去的弟兄造了衣冠中敬了烈酒 黄河训兵们就带着密封好的水袋 朝京城奔驰而来 等12个月的水袋都聚集到一起后 再送到皇宫里去称凉 身为业国之主的乾隆皇帝 刚一登基就极其关注大清朝粮食的收成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粮食的丰收对一个国家来说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所以乾隆皇帝一听说 黄河之水送到了宫中 就兴致勃勃地放几鞭炮较大气 要求连夜称水 准备历经图治做一个明军 标注着月份的水袋 被逐一倒入金瓶中 直到金瓶中的水溢出来 太监李德权抹去多余的水 把金瓶放在银秤上 丝毫不差地爆出水的精确重量 一月之水 六斤三两五千 乾隆皇帝兴致高昂 可当第二瓶水的重量被撑出来以后 他明显有些不安了 这第二袋水怎么就清了八千 同样的一瓶水 为什么重量不同呢 这其实是因为黄河水的泥沙含量不同 泥沙含量和降水数量之间有着重大的关系 一旦降雨充沛 河水之中的泥沙含量就大 重量也就越大 一旦降雨比较少 河水之中的泥沙含量就很少 重量也就越小 因此虽然取水的带子相同 但是水的重量就各不相同 二月的水明显清了一些 莫不是今年少雨的兆头 年轻的皇帝明显有些沉不住气了 大臣二太安抚他 等十二代水撑完了才能有个定数 谁知全部撑完以后 乾隆彻底杀眼了 十二月之水竟比一月之水少了足足八两 这越是这今年十有八九是个大汉之年 这对渴望风调雨顺 自己一登机就呈现出 国泰民安景象的乾隆皇帝 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他滔滔不绝地安慰重臣 说是什么 这是老天给自己的一个提醒 不要忘记历经图齿 其实是在激励掩饰 自己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可是偏偏怕什么来什么 那个敢于范延直见 又臭又硬的刘统勋 竟不合时宜地送来一幅图 乾隆看了图以后 勃然大怒 下令刘统勋跪在殿外 那么什么图能让乾隆如此的忌讳呢 刘统勋又是从何处得到了这幅图呢 有人送刘统勋一幅图 他令人打开以后大惊失色 歇斯底里地咆哮道 你赶走 快走吧 你赶紧走吧 快走 可当听说卖炭的老宋头 推老阎鲁自杀以后 他顿时改变了主意 让管家连忙去追 替人送图的黄河训兵 因为半个时辰前 老宋头扛着一杆秤 拦住了他的去路 要把他送给自己 刘统勋当时没当回事 以为老宋头感激自己买炭 才送称作为回报的 于是拒绝了老宋头 老宋头莫名其妙地骂了句 有眼无珠之辈 刘统勋不解其意 可当老宋头死了以后 他从周围人对老宋头的评价 和他烧掉的万言书残券上 才领悟到老宋头 送称给自己不是感激 而是让他主持公道 洗刷天大的冤屈 因为自己的武断 导致老宋头心灰意冷 白白葬送了一条性命 不能再因为自己一时的害怕 伤害一个满怀期望的心灵 他连夜追赶黄河训兵 最终收下了那幅图 当他再次把这幅图打开的时候 他的好友 见多识广的二品金冠 苍场侍郎迷入称 眼睛瞪得比他还大 不可思议的表情里 写满了恐惧和忌惮 图中还有一封信 大概内容是 仙徒言轻死 不限百姓死 言轻是刘统勋的字 这言味之意是 让刘统勋以死仙徒 迷入城的第一反应 是劝刘统勋不限此图 刘统勋多么想听老友议会 因为一向敢以死之间的他 这会儿是真的怕了 他怕图的场景果真应验 更怕仙徒以后 惹得皇帝龙颜大怒满门超战 可如果不限给皇上 他还是那个敢于 说实话半时事 人人敬仰的刘统勋吗 不 就算是死 也要献上刺图 打定主意之后 他踏进了皇宫的大门 一心渴望太平的乾隆皇帝 果然是龙颜大怒 他甚至都没有 让内幅图进入大帝 而是陪着刘统勋 在门外足足跪了一个晚上 他奔养用称凉黄河水的结果 来反驳痛斥刘统勋 吴忠生有威严耸听 可称凉的结果显示 今年十有八九是天下大汗 他再想粉饰太平 已经是自欺欺人了 有些事必须要面对了 他强压住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让人把那幅图带到殿内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展开 竟是一幅千里恶嫖图 是著名的游僧明灯大师 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记录下来雍正四年 爆发的巨大灾情惨状 上面的一个个人像 形容枯口 骨瘦如柴 有上吊的 有吃人的 惨不忍睹 惊心动魄 那么献图的刘统勋 下场如何呢 这个男人就要死了 他为自己背上棺材 我要两口 莫不是这家子 一口气一块拜过俩家 打开棺材静坐家中 单等着皇上的赐死诏书 结果诏书没来 却等来了乾隆本人 乾隆告诉刘统勋 通过黄河之水 验出灾年的时候 自己就已经胆寒散闻 身怕这千里恶嫖图 所描绘的景象会应验 未及刘统勋该如何办 既然是大灾之年 更不能在天人祸 救子民必先救冤臣 开仓门必先开御门 刘统勋的这番话 与乾隆的想法不谋而合 当即任命刘统勋 协助刑部尚书孙家干 清理刑部冤狱 释放冤臣 心情不错的乾隆皇帝 临走之前还不忘调侃 刘统勋之子刘雍 孙家干带着赦免圣直 兴奋地跑到刑部大牢 宣布对犯官葛九松的赦免 怎料连喊了几遍 对方却没有任何回应 孙家干腰一沉 走进牢门暗吃一惊 窗户边 带着刑家的葛九松 贴墙半跪着 一条苍色大便盘勒在脖间 辫子的一头 扎在窗户的铁栅上 脑袋靠着墙搭拉着 嘴边挂着一缕紫血 显然 葛九松用自己的便自尽了 孙家干脸上的肌肉抽搐起来 葛大人啊 葛大人 你给你面子 断送了你的耳拼前者 也断送了大清国一位 贫心高杰的能战 孙家干仰天长叹一声 泪珠滚滚 他走出大牢 牢门万的狭长过道里 那一双双鞋有求死的学长赫然在目 孙家干默默地摘下顶带 脱下官袍 露出一身血白的内衣 猛地抓住从栅栏里伸出的一只只血掌 往自己的身上重重按去 这些都是雍正朝的大臣 或因陷入党政而遭受牵连 或因被人陷害锒铛入狱 刚刚出狱十天的孙家干 发誓要为诸君平反 穿着一身血衣去见乾隆皇帝 一听说葛九松死了 乾隆颇有几分悔意 这要是及时听你的举荐 及时下诏开示 他割九松就不会死 再看看孙家干的血衣 听他成熟的大臣们 十之八九是被冤枉的 颇为震撼的乾隆 下定决心 释放所有冤枉的大臣 这其中有不少的封疆大吏 譬如浙江巡抚卢卓 就因此重获新省 这些人从此对乾隆感恩戴德 只有一个念头 以死报国 以死中军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清反腐记 就要上演了 各位看官老爷们 拜托帮忙点赞转发 不是叨叨 咱们下回再说